记者张晶雅台中报道,原著名身杖导演杨靖五年前第一部电影《爱情线索》上映时,第一场只有五位观众,他巡回全台演讲,举办特应会,累计创下15万观影人次。 五年后,他完成第二部电影《爱情线索2》,《奇妙关系》,今日举行台中式首映会,并邀请弱势团体免费欣赏杨靖的手脚先接残缺。 十年前,他看见电影的影响力,开始筹拍励志音乐电影,为筹措资金,他走遍全台进行演讲,并在一年内拜访全国7833位李长,得到2万多人支持电影拍摄。 但电影《爱情线索》五年前在戏院上映时,第一场只有五位观众,他不放弃,持续展开航角式演讲,并在各地举办特应会,最后特应会必须借用体育场,才能一次容纳上万人进场看电影。 杨靖表示,《爱情线索》上映五年,观影人次累积超过15万人,激励他开拍第二部电影《爱情线索2》,亲妙关系,探讨亲密关系,亲子关系及职场关系,他希望透过电影让观众思考自己表达爱的方式是对方需要的吗? 爱的力量可以改变什么? 《爱情线索2》,亲妙关系巡回各县市举办首映会,今天在台中市举办首映会,并赠票给弱势团体。 另外,由于立伟卢秀燕七年前曾协助过杨靖,杨靖特别邀请他出席首映会。 卢秀燕说,没想到经过七年,杨靖仍继续横角台湾,并集由电影向社会发挥正面力量,切而不舍的精神令人感动,也希望他继续努力拍第三部电影,而且欢迎到台中取景。